起届水靠 話說之前就出了一個貼文就是投票活動 給大家投票就說 如果你們的水流水、沐浴露之類 用得到的底部 你擠不出來的時候要怎樣做呢? 我發現投票結果跟我想像一樣 都是很多人會投加水進去 然後方便之後擠出來 其實這個方法是非常不好的 輕則就是水加進去之後 就破壞了它本身原有的清潔能力 重則呢 因為水是有菌的 就算你用過濾器也好 都過濾不完的細菌 進去之後它就會滋生細菌 分分鐘還會洗壞你的身體 我怎麼知道 我們有抵抗力的嘛 你不要抵抗力的 所以呢 我本來想研究一下 究竟那些瓶可以怎樣改造呢? 就讓它可以用盡裡面的 洗流水、沐浴露 但我比較快發現原來 根本就有產品已經針對這個方面而設計了 那就是我 生後這裡 這兩款 先拿去包裝 這兩款外觀來說 哪個比較漂亮 我想也不需要多說 它這個呢 很簡單的 它單純呢 就是 它的底是這樣的 漏斗式 讓它漏在底上 它這個呢 就會擠 直接插在底上 那擠的時候就要抽底了 而這款是特別一點的 我先拿了裡面的東西出來 那這款呢 就是這樣的 你看見到 每按一下呢 它都會 刮進去 這款是 這款是 我之前洗手液的瓶 來的 因為用完 我就留下 做實驗用 這款是我之前洗手液的瓶 來的 這款是我之前洗手液的瓶 來的 因為用完 我就留下做實驗用的 這個其實是 讓你貼上 究竟是什麼 類別的東西 還有 這個東西是用來 讓你方便扭蓋的 就這樣用手扭就行了 也不知道這塊東西 對不起 好 今天廢話不多說了 今天主要是想 比較一下 它們兩者的能力 有幾大差異 Let's go 首先這個是一個普通的 洗手液的瓶 55.9 然後呢 就是這個 一滴不勝的 63.6克 重一點 最後這個一定很重 我想三百幾四百 417.4克 哇 很有份量 果然 好 現在我們就 拿 沒有玉玉露 去擠它 OK了 然後呢 我就把它擠下來 這個瓶裏 這個情況 還擠到嗎 其實都不是很擠到 我試試出絕招 即是家裡有時候都會這樣的 斜斜地 都還擠到的 OK OK 應該極限的 就在這裡 先擠住 好 這裡啦 這裡擠完了 那就到它 擠到這裡 可以拿著這支 我看一下 哇 直接貼在底部 OK 應該都差不多了 好 然後這個 因為呢 這個有點特別的 那我要 過底這邊 我要抹一抹 好 現在我們關掉 然後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要等它 等它掉下來 有一陣子掉了 咦 這樣用起來 又不太吵 沒有剛才那麼吵 我看它下面是有在刮的 但是沒有東西出 你看見嗎 咦 好像差不多有東西出 哇 蜘蛛出來了 哦 哦 哦 真的乾淨很多 只是說底下 底是這樣的 好 先拿下這個 普通的 洗手液 幾重 八十一點一 接著這個 七十七點三 四百五十四 對啦 大家會看到 是 反而它是差最多的 對不對 但是呢 大家要明白 它現在身上 還是有很多 還沒有留在底部 所以我想它今晚 是會反敗衛星的 就放了十二個小時 是好了很多的 沉在底部 但是呢 還是會看到 有部份還黏在這些 瓶的壁上 所以我打算明天再看看 和昨天應該 不太大差別了 77.1 這個呢 80.8 80.9 低了0.2 應該都會輕 超過0.2 453.6 453.6 太心急了 好 這個 76.2 即是多了 20.2克 73.4 即是多了 9.8克 低比例 就這樣計算重量 427.2以下 哎呀 輸了啊 看看多少 75.6 72.6 427.3 9.9克 對啦 但是這個也沒有 9.9克 對啦 對啦 都是他贏的 測試結果 測試結果 證實了雖然他們兩個 都比起一般的擠壓瓶 更加有效地 將一些殘餘的清潔力 擠出來 不過呢 這個成效呢 比我想像中都 低很多的 我還想著可能剩下很少的 就是殘餘就一定有的 雖然他說一定不成而已 但我沒有想過有成 10克那麼多 是一般的 一半的 就只是 不知道大家看完這個 測試結果之後 大家會想要哪個呢 先說明 這個價錢 是這個大概的18倍 最後 對啦 還是兩個都不想要呢 大家 歡迎留言 或者投票告訴我 這次的影片來了 再見 又多放了一天 感覺上可以再摘多一點 這個就是上次 427.3 是上次只剩下的 72.7 也有點不差 72.3 72.3 這個呢 嘩 好明顯少了一缺 咦 逆轉性 看來真的放的時間不夠 如果這樣說的話 我之前怪錯他了 都是有看彩帶的朋友 才能看到真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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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